說立法院是中華民國最高的醫師殿堂 但是我們看到行政院長卻是 透過謾罵式叫囂 甚至宣洩完情緒之後 繼續人聲攻擊 口不擇言 我想這個是民主最壞的示範 其實我們一直關心的是 民眾關心停電限電的問題 但是蘇院長卻是不斷的謾罵 似乎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 能源是不分黨派 能源問題其實大家都非常關心 國民黨現在全黨上就關心 怎麼樣來面對停電限電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蘇院長卻是一再迴避問題 不願意正面回應 我覺得非常可惜 行政院應該盡快公布 他們過去所承諾要公布的 全台灣電網安全的檢查報告 讓我們一起集思廣益 一起努力來幫政府解決問題 剛剛蘇院長回應的時候還把你形容真是猴子 所以我們都在關心的是 全民接下來對於停電限電 甚至可能缺電的擔憂 我們把這樣的心聲反應出來 但是院長卻是在國會殿堂 用謾罵甚至後來繼續人聲攻擊叫囂的方式 幾乎就是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 我要再次重申 人員問題不分黨派 我們現在關心的是希望好好面對問題來解決 民眾期待的是政府拿出具體的辦法 告訴國人 你當時所承諾要做通盤的檢查 相關電網安全的體檢報告 但是到現在遲遲不願意公布 為什麼 那也希望說你是不是能夠接下來 面對303大停電之後 那你能不能告訴民眾你做了什麼 而不是說我又要編更多的預算 一千多億來更新電網 但是每一次都是這樣的SOP 檢查報告推給基層 再要更多的預算 但是又再發生大停電 那民眾要的是政府能夠負起責任 扛起這樣的一個重則 告訴大家你拿出具體辦法 那接下來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如何解決 是不是可以避免再次發生全台大停電 我想穩定供電是 人民對於政府最卑微的期待跟要求 那政府就要做到 我想問一下那個財美市的市長民調啊 您在40歲以下支持率比較低 被認為說可能這個 會是一個翻盤的警訊 你怎麼看 其實外界的各種建議 期待我們都虛心接受 這也是這兩個多月來 我在基層請走 所聽到共同的意見 那其實台北市歷任的市長 對於這個城市都有貢獻 也付出很多 但是台北市身為首山之區 五都的領頭羊 相較其他五都 這二十多年來 可以說是一城不變 城市的城 相較其他五都一城不變 當然很多基層的民眾 百姓跟我反映 勢紅老酒 公務員的光感低落 還有包括年輕人生活的不友善 我想這些其實都是民眾基層的心聲 我接下來也會針對這幾個面向 廣大年輕朋友的想法 創意 然後進行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推出相關的政策 我想問一下 外界有說 就是您可能在複製侯友宜的模式 但是侯友宜是爭取連任 您是挑戰者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複製侯友宜的路線失敗 你怎麼看 對外界各界的 期待 建議 我當然都尋解了 也加倍努力 最近大家也看到 我想行動 是最重要的改變 我也透過強力質詢 帶動國民黨整體的氣勢以及熱情 那反應民意強力監督政府 這個趨勢 我會在立法院持續延續下去 我想問一下說 這個因為這個 台北市長柯文哲已經執政將近八年了 那其實有些藍營的明代跟他也還不錯 那部分呢 就被評估說他們可能是柯友友話 那您怎麼看 您跟明代的這個關係 目前是不是在 有沒有跟他們有些接觸啊 一些討論什麼 台北市議員 我們一直都最優秀也是最有戰力 那我們希望透過議題聯合作戰的方式 能夠就很多市民的心聲反映出來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能夠團結 以台北市開始 只要我們台北市議員有任何需求 我們都一定全力相挺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購網站訂購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